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复习范例8 范例8一样是一个连结体 它是一个滑轮左右各有一个物体 那连结体用绳子连结跟范例6一样 只要是同一条绳子 它的绳张力是一样的 在绳子本身的重量忽略的时候 同绳子张力是相同的 那其他的就跟前面的范例6差不多 范例7差不多 我们看看题目所说的N1会比N2大 N1会比N2大 那么看起来应该就会往左滑 就是左边这个会往下掉 右边这个呢 会被往上拉 那他们的加速度是一样大 只是方向反过来 那其实这题就比范例6还要简单了 因为范例6你还要考虑斜坡的重力分量 但这一次这一题不用嘛 好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N1 M1的话呢 它会受到两个力 一个是M1G重力 一个是绳子的张力T 加速度合力造成加速度向下 所以啊 它的合力啊 就会是M1G去减掉T 结果会等于M1A 那这个A和T都是我们自己假设的 所以我们会需要另外的条件 另外一条方程式来把A和T解出来 另外一条方程式就由M2来看出来 M2它是受到两个力 M2G重力 以及绳子张力T 不过这一次它是向上加速 所以它的合力造成它的M2的加速度 合力则是T减掉M2G 会等于M2A 这就跟我们的范例6非常类似嘛 一样我们这里有两个位置数 T和A 那我们就可以连力这两个式子 连力了以后把它相加 相加可以把我们的T张力T消去 等号左边变成了M1-M2G 右边呢 M1加M2A 这样答案第一小格 答案就是 它们的加速度就是 M1加M2分支M1-M2G 这是第一小题 那绳子的张力呢 那绳子的张力呢 就把它带回去 带回去 随便一个方程式 所以第二小题 我们可以 把它 带回去 4-2 那 T就会是 N2 N2乘上 N1-N2 N1加N2G 再加N2G 结果就 正经过整理通分 经过整理通分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 你就可以得到 它就是 N1-N2 去除以 N1加N2G 好 那么 最后一小 刚刚这个应该是 第一小题的第二小格 最后一个 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 质感对滑轮的支持力 质感对滑轮的支持力指的是 这个 F 这个F 对滑轮的支持力是多少 滑轮的质量要不要考虑啊 题目说滑轮的质量可以 摩擦力 质量可以忽略 有在这里 质量型摩擦力均可忽略的滑轮 那所以 这个滑轮其实就是 不用考虑滑轮的重量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滑轮的话 你看这个滑轮呢 它其实有受到向下的力 也就是绳子去拉它的 我们如果看这个滑轮 它其实受到的这个绳子呢 左右都给它的一个绳张力 左右的绳子都有给它一个张力 还记得绳子 会有一个向着绳子的张力吗 那就是这个张力 然后滑轮本身透过它的结构 跟天花板之间的质感 杆子也有一个支撑力F 但是滑轮它是属于静子平衡的状态 所以啊 合力为0 那么 也就是说我们的支撑力 直杆子对滑轮的支撑力 就必须要等于2T 那也就是第一小题 那也就是第一小题第二小格的答案 张力的数值再乘以2就可以了 这一题呢 其实只是符号比较繁琐 但它的概念跟第六题第七题 都是非常的类似 也就是 延解体它的 延解体它的加速度大小是一样的 然后同一条绳子呢 绳子的张力大小是相同的 这是在绳子的质量忽略的情况下 绳子去拉物体的时候 绳子是透过这个绷紧的力去拉物体的 这些绷紧的力就叫绳杖力 这道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